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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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因為從剛剛知解的問題裡面 我突然想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 就是 就是 已經知道說 往生到極樂世界 那 他又 又投胎來當人 是不知道說他有一個願歷 還是什麼他又已經來投胎 當人 那這樣子 這樣子的人 他就是再來人的嗎 或是說他投胎到我們 人的世界之後 那如果沒有收到一個 比較良善的一個環境 然後這樣培養他 他還是會忘記說 他曾經是去到過極樂世界 那要去看 他到極樂世界等級到哪裡 你有所謂的 凡聖同居一圖 方便有一圖 十暴莊園圖 跟長期光淨圖的一個等差 所以他也有他的生命的 本身 所謂的品味 都不一樣 所以會因此他的品味 再回到人間的狀態 會不一樣 所以很多還是要經過人間的磨難 那你說他是不是再來人 也是一種再來人 只是說 再來人 並不是你們所想像 每個人來 都是記住以前 生生之世 並不是這樣 他是他的生命能量 比較低等的生命能量 是保有他來 他還是他不會退轉 他很容易就乘接 乘接上來 對啊 那並不是 你說 這個 虛陀環 再來人間 是不是再來人 他在菩薩位接 已經是要初心位菩薩 對啊 那怎麼會不是呢 天上人間妄環七次啊 對不對 所以他還是有他的品級的一種 所謂的直性的兌現 那如果你是已經 念佛念到你本來就成就法生大事的 那一種 去的 再來 那又不一樣 那你是被祝念祝念祝念到去的 再來 那又不一樣了 你懂意思嗎 如果你要入人胎的話 就是這樣 就可以理解嗎 不知道有沒有理解 那你就自己去了 你就知道 你為什麼不努力 你就來自己去應徵 謝謝 那嗎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